這裡還有43間 那現在最早的建築是這一間 這裡是永達宴 永達宴 永達宴 他們本來是林先生做部的補充 補充 在1920年的時候 1920年 離現在90年前 1920年 這間路要聽路 本來這裡有一間廟 這是麻祖廟 麻祖廟 廟大廟 那一段要開始聽路 他們的廟宇是紅葉廟 有聽到 聽到他們說要蓋一間廟 請一個日本的債務 這間廟宇 當然是三樓 三樓 那麵頂又落下來了 所以當蓋廟宇 我來三樓 所以這間廟宇是最早的 1920年的建築 他蓋後是 家民家廟 看說這間廟宇很漂亮 這間廟宇很漂亮 大家都對一氣 對一氣 整個廟宇都蓋起來 兩邊都蓋起來 那這種皇室 我們給它叫做巴洛赫士的建築 是歐洲巴洛赫士的建築 它最主要是立面 外面這個空 這個立面 都用雕飾把它雕得很漂亮 這些特色 你看很多雕飾 很多雕都雕上去 像面前看的一個小牛 姓楊的 他們家姓楊的 還用兩個櫻蛙的旗子 把它配上去 很多都是這樣 它的特色 面前很多人 面前都一個鏡 有一個圓圓的鏡子 那代表一個徽章 其實那是日本國旗太陽 日本的國旗就是太陽 他們只把太陽弄去 再把它炒弄下去 就很多年 那代表它是日本時代的建築 看得出來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鏡子 就是說 它 大概什麼商店 那個名字都刻在上面 它叫什麼店 什麼店 當然是都直接 沒有擔放一個作品 所以看得出來 所以他們姓什麼 通通把它弄上去 他們姓楊 姓楊 姓楊 他們姓楊 姓楊 他們姓楊 大小層 還有呢 在上面很多雕屍都很漂亮 有一個要加島羽 不像這樣吧 人家要把它加島群 你給這些島群 你給這些島群 下羽毛高不三號 還毅力不搖 對 非常漂亮 要叫羽毛 還毅力不搖 所以叫羽毛 很舒服 好 我們注意一下 讓羽毛回來了